1月23日 鸿海AI及深城市AI伺服器营收快速成长 作者,A大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91亿 指数上涨59点 收在17874点 距离今年初最高点的17930点仅差56点 外资群今年以来卖超台股386亿 今年外资群比较大的操作就是总统大选后的7个交易日 本来总统大选前外资群害怕有什么政治不确定性 就先放了26000口期货空单 总统大选和平收场后 外资群先4个交易日卖超1411亿 然后再3个交易日买超1269亿 把手上26000口的期货空单几乎全数回补 现在外资群手上仅剩1447口期货空单 外资群在台积电公布2023年第四季好的财报 及2024年两成多成长的展望 一口气就在622元买了12952张 然后隔天再买18518张 台积电股价仅是平盘 股价收在626元 今天外资群再买11160张 让台积电上涨2元 股价收在628元 外资群合计买了14万张左右 成本在622元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散户进来买 外资群这次台积电操作就会很惨 毕竟手上的期货多单已经撤掉了 不过外资群在去年11及12月买了26.7万张 成本大概在575元 如果外资群目标是透过后面买的部位打一个锚点 这14万张就算卖在622元 外资群应该也不会痛 外资群目标应该是要赚去年11及12月买在575元的26.7万张 只要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在600元买 外资群就能赚4.34% 大家不要小看这4.34% 外资群买26.7万张 大概花了1500亿 赚个4.34% 扣掉交易税及手续费 还是能赚个60亿 这就是外资群用统计的玩法 未来外资群真的想卖台积电时 可以在不大量的期货空单 在卖台积电还能再赚一次期货空单的钱 今天大部分的AI概念股都在平盘附近整体 这是外资群及主力拉高后 第二天把股价维持在高档 为的就是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外资群及主力还是会花很多的钱在那一买及一卖 一般人会觉得外资群及主力怎么一直在某个价位自买及自卖 其实道理就在于他们已经买了一堆低价成本的库存 现在要让散户接受目前的价格 之后股价向下跌个2% 3% 4%甚至是5% 这样散户就会进去买 其实目前这些外资群及主力已经赚10%到13%左右 所以就算向下跌到5% 外资群及主力还是能赚不少的钱 昨天打压鸿海的大摩 瑞银及美琳 今天美琳买回2736张 瑞银买回948张 大摩还是卖超510张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港麦格里 今天买回1686张 港麦格里是去年10月20日中国茶富士康以来最大的空方 合计卖了59609张 目前外资群持有鸿海的水位在38% 这些外资群手上的短线可以卖的股票也不是无限 重点是鸿海是一家每年能持续赚进10%真金白银的公司 如果外资群一直卖 那今年外资群就领不到鸿海的股息 而且也享受不到除息上涨的行情 鸿海过去十几年以来 几乎除息前一波行情发生的几率是100% 我常常看到一些散户在鸿海股价下跌到委屈架实演内心系 我只能说真的不需要在那演阿信 如果觉得鸿海这种稳赚合理报价的公司不适合你 那在今年除息前一波行情就卖一卖 然后去买你觉得效率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有一些散户很有趣 他以为股市中只有小赚及大赚 他投资鸿海小赚很痛苦 常常就看到一些涨很多的个股在那怨天有人 真的不需要在那这么委屈 你就卖一卖后 去找一个你觉得三年五年后能打败鸿海的标的 然后进去投资 然后三到五年后你再来摇摆说你赚了多少钱 我只能说 一般未经训练的散户中 他们就仅有小赔及大赔两种可能 到底哪来的信心觉得你在股市中仅有小赚及大赚 在股市不如一时 你就在那说小赚好惨 这种不成熟的投资态度 你到别党公司中也是这副死样子 而且波动可能会更大 也许跌个几成后 你心里一个软弱你就爱卖出 你就成了输家了 常常看到一些不自量力的人 觉得小赚好痛苦 然后一直看到某一些标股赚好多 我就一句话 就算给你买到标股 也许你就是买一点或是赚几毛 几元就卖得了 一副可以从一元包到78元 然后再78元卖掉式的 这么行的话 不用投资了 晚上去买会开的那六个号码 你就能赚几亿了 今天来看一本卡拉曼的股市安全编辑史法则 昨天有分享投资最重要的事 就有一个鲁蛇说我没看过很弱 我是不懂他怎么想的 这些价值投资的书 我自己就能领悟一套和他们差不多的结论的法则 不论是投资最重要的事 安全编辑 还有巴菲特的书 我说过 价值投资十个人赚钱 十个人的方法都是雷同的 这和投机不同 投机就是十个赚钱的人 十个策略都不同 市场上有流传的一句话 短线在股市中投机 只要你能赚钱 那就是正确极好的方法 哪怕听起来再蠢 做起来再简单 只要能赚钱 那投机的方法就是对的 但价值投资就不是这一回事了 一般投机是靠别人犯错赚钱 只要你比别人稍微正确一点点 或是比别人稍微没那么傻一点点 那你就能赚钱 但价值投资赚钱的策略就是差不多 就是选到有价值的公司 然后用时间赚钱 持有的过程中不要演太多的内心戏 昨天投资最重要的是 及今天的安全编辑 如果你对价值投资的观念够好 你会觉得这两本书讲的是同一件事 如果你看我文章及影片够久 你也会发觉我一直在强调的也是这些事 我和传统价值投资不同的点在于 我还能分享一些投机的原理 会这样的原因很好动 因为有一些人觉得价值投资赚太少 以为投机很简单 可以赚比较多 所以我才会把投机的世界也分享给大家 一般人不要说是了解投机原理了 他们连最简单价值投资都办不到 当你了解投机世界的残酷时 你再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及抗压性如何 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投机 那就是你的选择 投资及投机也没有说哪个比较好或不好 对我来说 我两项都能赚钱 不过要分享给很多人一起能赚钱的策略 那就仅有价值投资一个策略而已 毕竟一万个人每个人都投机 一定就是有人赢也有人输 股市中又存在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赢的人又要拿巨大超额的报酬 那自然就要有更多的输家去支付赢家 政府及券商前 想要投机的人 你就要学会对自己任何的行为负责 而且你也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做什么 也不用理别人聪明或愚蠢 毕竟别人每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你能赚钱的机会 投机分成低级投机客及厉害的投机客 一般低级的投机客就是常常在网路上骗神骗鬼 不然就是在那制造谣言及恐慌 厉害的投机客都是根本对手的行为 去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厉害的投机客脑中有千千万万招 而且可以做出正确的事情及做好危机处理 厉害的投机客也不会是100%稳赢 但就是赚多赔少 他们在赔的时候不会在那内心吸一堆 对厉害的投机客来说 赚钱及赔钱就是一个数字 今天赚到钱后 也没啥好开心的 单纯就是对手先借放在你那的 唯有你连续的一直赢 最终累积下来的才是你真的获利 但你也要注意风险的控管 有一些投机客赚了10年 结果一次就赔回去了 这就是没有做好风险控管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AI及深城市AI伺服器营收快速成长 二 散户天真的以为股市中仅有小赚及大赚 三 卡拉曼的股市安全编辑时法则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91.59亿 投信卖超台股8.67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23.92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106.84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5407口 期货留仓空单1447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多单1285口 今天台股成交3063.52亿 上涨59.49点 涨幅0.33% 收在17874.59点 电子上涨2.18点 涨幅0.24% 收在911.12点 金融上涨5.89点 涨幅0.35% 收在1668.75点 外资群连续买超三天台股 合计买超1269亿 把总统大选完后四个交易日卖的1411亿几乎全数买回了 现在就仅卖超142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降到1447口 本来有26000多口的期货空单 就这样卖1411亿把指数打下去 然后再往上拉抬 就把所有散户期货多单都清出场了 这就是散户的杯哥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玲 买了2736张 第二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1686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1036张 买第四名的是台湾惠利 买了1033张 第五名是国票北高 买了997张 买第一名的元大 买了1483张 买第二名的是台新 买了827张 买第三名的是港商野村 买了626张 买第四名是台湾摩根 买了510张 买第五名的是赵峰彰化 买了364张 鸿海股价平盘是99.9元 永峰哥不容易前一晚就挂好单 所以一定旧的开盘后才能动作 所以永峰哥的优势就会全数消失 大家应该有看懂永峰哥的玩法了吧 鸿海股价如果没有在100元以上 永峰哥玩是很容易输的 以今天来说 平盘是99.9元 永峰哥一定是不敢在99.9元挂一堆的 涨0.1元来到100元 永峰哥也不可能去灌杀这口价 因为0.1元的差价一定是会赔钱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100元到100.5元 不然就是100.5到101元 但鸿海股价盘中才来到100到100.5元时 这样永峰哥就来不及挂单 而且挂单牌的顺序就会比较后面 也不一定能成交到永峰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鸿海中的当冲客 及AI概念股的短线客 当冲客 玩法一定是不一样的 AI概念股的主力比较喜欢当冲加隔日冲 外资群则是喜欢大买一堆后 把股价拉起来 将股价锚点在高点一阵子 让散户中了锚定效应后 外资群才开始卖 很多散户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赔钱的 其实就在外资群玩这种鸟招时就赔了 外资群这种招式如果进到鸿海中 都是散财童子等级的 一些散户常常在鸿海中崩溃 我只能说 因为鸿海中的投资者太精明了 所以想要短线赚钱很难 想要玩短线 你就找蠢人多的个股 这样你的成功率才会高一些 怎么会有人傻到进鸿海玩 连外资群 主力每天都在那当散财童子了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短线在鸿海能发大财 上星期五在102.5到103元 买伪创的主力及外资群 今天还是在伪创中一买一卖的 把股价锁在117元 股价稍微跌下去就往上拉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包括大摩 小摩 富邦 美玲 远大 瑞银 今天这些主力及外资群没有搞红海 所以我也不去破他们的梗 也不仔细地去追踪哪一些外资群 及主力成本多少 买了多少 还有多少没有卖 有一些散户觉得进到波动大的个股 才赚得多几块 那你就要好好的去追踪一下主力及外资群的 筹码及成本 不要傻乎乎的怎么赔钱都不知道 所以瑞银 美玲 大摩在红海真的就是打压然后为了出他们买的AI概念股 我只能说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今天还没有出货AI概念股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一买一卖成交易 散户要够积极地去追价 这样外资群及主力才能顺利地出货 如果散户都学聪明了 那最终就是外资群及主力自己砍自己 之前我们很常在红海中看到外资群对战 我只能说 外资群都很厉害 很有钱 工具很强 网路很快 那外资群及主力往内互打 最终一定就是打得有来有回 得力的就仅有券商及政府 因为政府的交易税及券商的手续费才是最无敌的 平常是有散户在纳支付足够多的差价 所以主力及外资群才能在支付交易税及手续费后还能赚钱 主力 外资群之所以不喜欢红海 那是因为红海中的投资者都相对理性及聪明 他们很难短线赚到钱 当我看到一些散户在纳崩溃短线红海很难赚时 我就一句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外资群及主力在红海中都撞墙了 你还想轻易的赚钱 真的是好傻好天真 今天红海成交19,081张 上涨1.1元 收在101元 外资群督舍4140张 投信买超61张 自营商买超324张 三大法人买超4525张 大家可以从三大法人进出情况看红海股价位阶 现在就是外资群大卖红海不一定会下跌 外资群小买就会上涨 这就是股价在底部的情况 股价算是已经被压到底了 外资群只要稍微放开一些 股价就会向上反弹 目前红海的股价单纯就是因为外资群卖超 大家记得一件事 外资群 主力 法人去炒AI概念股 然后去卖超红海 这样等于就是自打嘴巴 因为红海旗下工业妇联才是AI商机最大的受惠者 伟创旗下有维影 广达旗下有云达 外资群 法人 主力如果真心觉得AI未来营收 获利会大爆发 那仅去炒作伟创 维影 广达 光宝科 音叶达 技嘉等AI概念股 那就是来搞笑的 外资群之所以去玩那些AI概念股 那是因为里面的对手相对弱 也就是韭菜特别的好哥 一般玩短线当然就是要找对手相对弱的个股 因为2023年第四季的财报是3月中开 2024年第一季财报是第一季开 所以到了3月中到5月中时 AI概念股谁能赚到钱 谁不能赚到 那时就会知道了 一些觉得红海还会因为中国经济 或是红海AI伺服器营收不够大的 你可以看一下红海旗下工业妇联近4个交易日的情况 这是红海旗下做AI伺服器 网通计算力的经济母 占红海营收3到4成 获利占5到6成 市场是相信工业妇联在AI商机是能赚到钱的 这时就有趣了 工业妇联能因为AI商机获利 你和我说红海不行 那你就是来搞笑的 如果你说中国经济不好 在中国有地缘政治风险 工业妇联是在中国上市的公司 所以在获利面 政治面都不是啥问题 单纯就是外资群觉得红海中的投资者太聪明了 未来就等获利出来时再买回 一些散户 主力 法人 外资群都知道伪创 韦影 广达 云达 光宝科 音叶达 技嘉等个股不一定能因为AI伺服器赚多少钱 单纯就是三大法人在向上炒作时 会有散户进去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外资群大买了伪创 广达后 就在里面玩把戏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资群及主力会不会成功 之前我们追踪过 外资群在伪创赚了两倍的差价 而且还是几十万张等级的 外资群既然觉得伪创玩差价好赚 自然就会想在伪创中玩 不然伪创2022年获利4.01元 2023年获利4.08元 我就不信外资群脑子进水了 还是财报功利不好 外资群知道伪创就仅多赚0.07元 但就是很多散户在股价上涨时 会进来买单 所以外资群才会在里面又布了一个局 最近这个局只要顺利把布局在102.5到103元卖掉 外资群又是能赚几万张十元多的差价 真的是超级香的 这些钱自然就是参与短线的散户要赔的 新闻说 工业复联1月22日在互动平台表示 受惠于资料中新AI化趋势 2023年以来 公司AI伺服器及GenAI伺服器营收快速成长 根据Trend4数据 AI伺服器2024到2026年预估每年将维持20%到30%不等的高成长 本公司认为GenAI发展趋势不变 公司未来将持续提升AI伺服器研发投入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引领AI赛道的发展机会 公司不但积极加码研发 还会与多个客户有更全面性的合作 特别是在AI应用的相关领域 未来与客户在AI Factory的合作已有很多钱能可以挖掘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昨天我有看到一位网友留言 说自己持有鸿海三年 觉得很多个股都涨翻天了 觉得投资鸿海效率很低 他想要一键卖出 但又做不下决定 要提醒这里的人不要再被我害了 我就当这个人不是反串 他真的投资鸿海三年 手上有100张鸿海 这些我都当他是真的 鸿海三年限106.28元 近三年股息4元 5.2元 5.3元 合计配出14.5元 三年下来仅赚了8.12元 报酬率7.64% 每年平均报酬仅有2.54% 这是鸿海被外资群狂卖后的结果 我就当你投资三年平均仅有2.54% 你觉得别的股票都赚好多 觉得投资别党都发大财了 投资鸿海好没有效率 我总觉得这位网友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在他的认知中 投资股票仅有小赚及大赚两种吗 以我在股市20年中 我观察到无数的投资者 8-9成的人再到股市中仅有小赔及大赔两种结果 我也是不懂这位网友哪来的信心 觉得自己仅有小赚及大赚两种 当他投资鸿海 在股价最悲观时 觉得自己三年下来仅有小赚好可怜 仅三年来说 一定就是得经历 2022年台股最多下跌6000多点的经历 有多少人在2022年赔到怀疑人生 大型全值股中 跌超过三成的就有一半左右 跌四成到五成的也有十几档 甚至还有跌六成到七成的 只要你在2022年下跌的过程中一键卖出 就算到现在你也赚回不了你的本金 有一些人是后诸葛亮 是前诸一样拿一些什么涨好多的个股在那比 如果觉得自己很行 你也不需要来看我的文章或影片 就自己去外面试试 你就把所谓绩效很差的鸿海卖了 然后去买你觉得未来三年会比鸿海绩效好的个股 买完后麻烦你分享给我一下 我可以帮你记录 记得压身加买进 过程波动你还不能出局 有时常常看到这类人就觉得搞笑 如果是反串的话 当纯就是坏 想要引别人去一些投机股中给他割韭菜 如果不是反串的话 这种人就是自不量力 天真的以为股市中只有小赚或大赚两种 然后喜欢在股价悲观时在那算报酬率 如果你不是反串 你趁着鸿海除息前涨一波 我才涨到115到120元不是啥问题 你就赶快卖了 去找你所谓很会涨的个股 我期待几年后看到你优异的成绩 还是得让你了解股市中大部分的散户都是赔即大赔 你怎么会天真的觉得仅有赚即大赚 当你会在股价悲观时出来在那眼内心系 这种就算有看我文章及影片 那也只是个半调子 我啥时教过你在股市中悲观时眼内心系 我常说 股价本来就会波动 一些小菜额就喜欢在股价悲观时在那眼阿信 然后怨天有人 怪东怪西 不要一副你赚钱会分我一半似的 当一个投资者赚钱就自己好棒 一时股价不如意就在怪别人的 这种还是属超级嫩阶段 连投资最基本的自己负责都办不到 我说过 如果不服气的 就现在这价格买进 六年后赔的算我的 赚的我们一人一半 愿意接受赌局的人 赔钱可以来怪我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敢和我赌 我都能去买桃猪影源 一般讨论屈鹿蛇说 我竟然看一个没有读过投资最重要的 是分析基本面这么久 A大回答 你的程度和我是不同的 我靠自己去领悟就能得到 和这些投资大师得到相同的结论 分享这些书是要佐证我的看法 我在价值投资上的领悟 根本就不需要非得看过什么书才能体会 如果你想要在股市中投资赚钱 你就会自己去把一些重点列出来 我自行发展的投资名言也很多 所以你在那说我没看过投资最重要的事 然后看清我 我是不懂你哪来的信心 很多人看一本书后 单纯就仅是看懂皮毛 我则是可以创造一套可以价值投资的理论 那意味着我彻底的贯通了投资的真谛 我说过 价值投资的书都差不多 如果你能靠投资赚钱 那你就能发展出一套和一般经典书差不多的理论 今天我再拿另一本经典书来说一下 我是觉得这些经典书和我自行领悟出来的理论没啥两样 我不但能领悟出价值投资的理论 我还能实践 重点是我还能靠我的投资理论财富自由 那你看过了这本书 你财富自由了没 如果还没有 真的是浪费这本书的内容了 昨天稍微说了一下投资最重要的是这一本书 书中内容就是在说正确投资该做的事 今天我们看一下安全编辑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就更偏价值投资的书 昨天我说过 价值投资要做的事都差不多 10个价值投资者有10个都能用一样的策略赚钱 但10个投机客赚钱的策略10个都不太一样 道理在于价值投资就是选到一家好公司 然后用时间陪伴公司一起获利 你在判断公司是否有价值 方法一定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个人是用价值投资时要素 大部分能在价值投资成功的人 大概也都离不开这10要素 投机就不同了 因为是零和游戏 勾心斗角 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你每天 每次遇到的对手都不同 你要做出无数的决策去赚走对方的钱 你在台湾50成分股中投机 即在中小型股中投机 这两种能投机胜利的方法一定就是不同的 所以投机客的成功很难被复制 别人说自己用50万赚几千万 几亿的 那种你听听就行了 你很难透过一步一脚印去复制这种成功 但价值投资就不一样了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这三者你都能靠努力去得到 所谓的知识就是挑到一家值的投资的个股 如果想要加速的话 那就去使用一些金融负债工具 接下来是资金 要么你就靠富爸爸 不然就是靠工作慢慢存 最后就是时间 我常常看到一些投资者妄想几年内就靠投资发大财 天底下不会有这种事的 你一定就是要慢慢累积资金及知识 在做正确的价值投资时 你还是得要努力的工作 然后投入更多的钱到股市中 这样才能用时间把你的资金负利滚大 以卡拉曼在安全编辑一书中说到 他的投资思路有三大重点 一 追求绝对收益 不去理会相对表现 找到自己的优势 将其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 推崇自下而上选股 三 首先关注风险 然后才是回报 大家把这三点套到我投资红海中 我是不是常和大家说 台股每年平均能赚5到10% 配出4到5% 红海每年赚到资产10% 配出5% 这资产10%就是我要的绝对收益 也常常和大家说 一些投机股的股票虽然一时很会飙涨 但那是谁是最后一只老鼠的游戏 而且投资红海时 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比外资群 法人 主力有优势的地方 没有人能检讨你每年 是不是能有完美的10% 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在红海中 没有达到一年赚10%而被炒鱿鱼 接下来就是自下而上的选股 记得2022年初时 那时台股指数18000点 红海股价104元 那时我说FED虽然要升息 股市可能会修正 但红海的净值就有100元了 一年能赚资产的10% 所以就算我知道台股会修正 我也不会去把手上的红海卖掉 把注意力放在各股的基本面 产业面及价值上 而不是关系整体经济动态 如果公司基本面 产业面不好 股价距离静止太远 就算股市上涨 个股的股价还是有可能会下跌 最后一点就是关注风险 然后再追求回报 我和大家说过 我在投资时 我可以损失一两年的时间 但我不会允许自己本金损失 之前我花了半年布局红海 在前一两年的时间时 股市发生中美贸易战 COVID 19等大事件时 股价还是会波动到 我为实现损失10%左右 但我知道鸿海一年能赚进10%的真金白银 就算市场再怎么过分 股价和静止一样 或是股价是静止的打九折 这就已经很夸张了 我只要花一年的时间 就能让成本及风险降低 我之所以在股市中能不败 那是一开始我就根据价值投资 时要速选到了价值股 持有过程中虽然股市会波动 但我也不会在那眼内心细的在甜美加杀出 时间五年过去了 大事件每年依旧会发生 但最近两三年发生大事件后 在事件最严重时 股价也不会波动到足以让我赔钱的地步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化解风险 但会有一些搞笑的酸民 在那酸我的成本很低 如果你现在买进 然后持有五年 你的情况就会和我一模一样了 一些人不愿意花时间持有 然后张嘴就要和我一样的成本条件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工作了五年 花了五年的青春 每年赚到薪资100万 五年下来赚了500万 一个新人进到公司 张嘴就说那个前辈已经赚了500万了 哼 公司的好处都被他拿走了 他这么黑心 当你进公司时敢这样说 我就彻底佩服你的愚蠢 我说过 当员工及当股东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就是当员工是花时间及劳动力 当股东是花时间及资金 你持有越久 你能赚越多 那就是天经地义 投资鸿海我赚到的每一分获利 都是公司经营赚给我的 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本书的十个重要思想 一 价值投资并不简单 二 价值投资者的特性自律 三 投资者的最大敌人 四 一切皆与思维模式有关 五 别找市场先生要建议 第一点 投资投资并不简单 我常和大家说 想要价值投资 你只需要懂基本面 产业面及健全自我心里面就行了 但就是这三点 很多人就办不到 基本面及产业面了不起 几个月到半年就能学会 难的就是健全自我心里面 股市中分为投资及投机者 股价常常会波动 一些投资者看到股价波动 就会开始在那眼内心系 第二点是价值投资者的特性自律 这一点很多常来看我文章及影片的人 就能感觉出来我自律的程度 一个人想要做好一件事 自律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要减重 那就是要有纪律的少吃多冻 如果你想要做好工作 就是要有纪律的多学习 想要做好价值投资 那你就是要制定好投资策略后 有纪律的执行到底 有一些人说要价值投资 结果看到股价波动一下 不然就是大盘上涨 红海不涨 大盘平盘 红海大跌 不然就是看到别党标股很会涨 他就会开始在那崩溃 接着投资者的最大敌人 这一点就是你买到有价值的公司时 股价并不一定马上会反应 当你看着一些很会涨 但却没有什么价值的公司 你如何坚持自己的想法 还有忍受别人一样的眼光 这都是价值投资很大的敌人 接着是一切皆与思维模式有关 当你到股市中时 你就要知道有投资及投机两种 有一些股票就是拿来投机的 就是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这些个股会让你辛苦存的钱负之一具 当你要投资时 你就要把自己当成公司拥有者之一 最后别找市场先生要建议 这一点就是股市本来就是会波动的 一些投机股 垃圾股 题材股 强势股等 这些公司股价只要上涨时 很多散户就会进去追捧 这时就是属于市场先生在主导价格 有人会问 鸿海一年能赚10元多 伪创赚4.08元 结果鸿海股价101元 伪创股价117元 让鸿海即伪创股价在101元 即117元的就是市场先生 当市场先生心情好时 股价可能会涨到天上去 当市场先生心情不好时 股价可能会跌到地域去 市场先生决定出来的股价 不一定是正确的 以伪创来说 短线就是有外资群 主力想要赚差价 卖了一大堆后 故意把股价拉起来 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当散户接受这个价格时 再把股票到货给散户 这样就完成了一买即一卖 6.股价及商业真相比较 7.股价及价值比较 8.避免亏钱的首要定律就是不要亏钱 9.等待最佳的急求机会 10.合理持续的收益 大于惊人却不稳定的收益 首先看股价及商业真相比较 这一项是指股价并不一定 100%和公司营运有关系 有一些小型股 投机股听到中国疫情在起 不然就是要解盲 还有开发出什么药 单纯就是新闻就让股价上涨 一些公司经营得很好 因为股票不在三大法人手上 股价也是有可能不会上涨 接着看股价及价值比较 我说过 因为股市是非理想的 所以股价不一定会和价值一致 短线影响股价的有投机8要素 中长线影响股价的有价值投资10要素 你要有本事看出公司的基准点在哪 你才会知道什么样的股价是高估或是低估 接着看避免亏钱的首要定律 就是不要亏钱 这也是我常提醒大家的 不要在股市中犯相同的错误 我在股市中就是避免一个又一个会赔钱的错误 最后自然就仅剩下赚钱一条路 再来看等待最佳的急求机会 这一点就是你在找价值投资股的时机 大家应该有发掘好的公司股价净值比 至少都是两倍 三倍 四倍 甚至是五倍 但你在这么高股价净值比买到 那留给你的就仅有风险 大家看国安基金很容易赚钱 因为国安基金都是跌到股市中 投资人怀疑人生才进去买的 差不多就是跌到股价净值比1.3到1.6倍 我说过 大盘净值比1.5倍是理性时的相对低点 两倍是理性时相对高点 2.5倍以上是疯狂价 1.3倍是非理性崩盘价 1.1倍是系统性非理性崩盘价 通常大盘净值比1.1到1.3倍会出现的时间极短 就算出现时 一般人也不敢买进 通常在大盘净值比1.6倍以下就能开始买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个股市会出现委屈价 当你找到委屈价的公司 这就是最佳的急求机会 很多散户是为了交易而交易 不论有没有好的机会 每天眼睛张开就是要交易 最终钱就是通通都送给政府及券商 最后看合理持续的收益 大于惊人却不稳定的收益 这就是我常说的 你不要小看鸿海每年带给你稳赚的资产10% 这会比一些不稳定的收益好 一些投机客第一年赚30% 第二年赚50% 第三年赚100% 第四年赔70%就全部都赔回去了 因为正常人会薪资再投入 所以越到后面资金越大 越到后面你重赔一次 那损失是很难以挽回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红海3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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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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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